妈妈,我是一个小公主 妈妈,我想穿裙子 这天,三岁的克劳德对他的妈妈罗欣说了这样一句话 克劳德是亚当斯家的第五个男孩 没错,克劳德有四个哥哥 罗斯福,奥瑞恩,本,还有瑞格尔 克劳德的妈妈罗欣是个医生 克劳德的爸爸佩恩是个作家 虽然一个小男孩想要把自己打扮成公主有些奇怪 但是小孩子嘛,想要在过家家的时候扮演公主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罗西满足了克劳德的愿望 小克劳德穿着带有蕾丝边的白色长裙 对着镜子快活地转着圈 到了星期一的早上 情况变得有些不同寻常 罗西催促着 克劳德,该去幼儿园了 快点换上衣服啊 克劳德回答 妈妈,我已经换好衣服了 罗西诧异地说 哦,开什么玩笑 哎哟,你怎么还没有把裙子换下来 克劳德固执地说 可是,我就想这样去上学 罗西耐心地劝说克劳德 听着,克劳德 如果你再磨蹭下去的话 我们就要错过幼儿园的班车了 快换衣服啊 但是克劳德跟吃了秤妥铁了心一样叫嚷着 嗯,我不,我就不 罗西拗不过 只好让他穿着裙子去上学了 而且,每天如此 没过多久 罗西就接到幼儿园的老师 阿普尔顿小姐的电话 是这样的,亚当斯太太 通常,我们幼儿园并不鼓励小孩子 穿戴一些额外的配饰来学校 是,您知道的 这个年纪的小孩子 正是喜欢玩闹的时候 随便什么花哨的东西 都会让他们兴奋得不得了 罗西有些迷惑 请问,您是什么意思 阿普尔顿小姐说 我的意思是 克劳德每天打扮的都像女孩子一样 这很不正常 阿普尔顿小姐的电话 让罗西忧心忡忡 他知道不该放纵克劳德 喜欢穿裙子的习惯 但是,让克劳德被迫脱掉裙子 他又是那样难过 罗西实在是不忍心 看他伤心难过的样子 不管是 不管是罗西还是爸爸配恩 第一要紧的事情 就是让克劳德快乐 但快乐 有时候是那么沉重 喜欢穿裙子的克劳德 是个怪胎 妈妈 他们都觉得 我是个怪胎 在幼儿园里 没有一个人 愿意和我做朋友 这天 克劳德哭丧着脸 回到家里 罗西试着开导克劳德 我想 你应该更活泼一些 大家会喜欢你的 克劳德说 没用的 没有人愿意和一个怪胎做朋友 突然克劳德又说 不过妈妈 没关系的 我只是有一点点难过 难过没有伤口 难过不会流血 难过也不会痛 没关系的 妈妈 就让我难过一会儿吧 听到克劳德的话 罗西的眼圈红了 克劳德 你觉得 你是一个女孩吗 我 我不知道 那么 我的孩子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妈妈 我想成为童话里的仙女 罗西知道 穿着裙子的克劳德是快乐的 但是他希望克劳德的快乐 可以一直持续到下一个星期 下一个月 下一年 直到永远 他感到有些迷茫 他不知道 应该选哪一条路 才可以让克劳德 一直快乐下去 很快 罗西再一次接到了 幼儿园的通知 让他和丈夫佩恩 一起去参加一次 小型家长会 专门讨论 克劳德的事情 这一次出面的人 不仅有阿普尔顿小姐 还有德怀特校长 德怀特校长冷静地说 不要那么紧张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像克劳德这样 跨性别的孩子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碰到 放心 事情都在我们掌控之中 罗西小声地反驳说 我想 问题 还没有上升到 跨性别的程度 德怀特校长 打断了罗西的话 亚当斯太太 我们首先要明确问题 要么克劳德 是一个正常的男孩 要么他就是女孩 如果他是男孩 他就得有男孩的样子 那既然他喜欢穿裙子 那他就是一个女孩 罗西说 让一个这么小的孩子 搞清楚性别的事情 您不觉得太难为人了吗 克劳德甚至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他会喜欢穿裙子 德怀特校长说 好好好 我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 继续纠缠了 我想说的事情是 以后克劳德在学校里 用洗手间的时候 要去校医务室呢 不要和大家混在一起 罗西一下子 罗西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您这是什么意思 德怀特校长说 不管怎样 克劳德是一个特殊的男 孩子 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有些事情还是区别对待 比较好 直到这时 罗西才明白 只要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无论是当男孩还是当女孩 克劳德都会受到特殊对待 最终 罗西和佩恩下定了决心 举家从麦迪逊搬到了西雅图 波比有一个秘密 秘密的名字叫克劳德 克劳德五岁的时候 他们家搬到了西雅图 从这时起 克劳德这个名字 成了一个秘密 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波比 一个总是穿着裙子的波比 和一个普通的小女孩 没有区别的波比 没有人知道 他曾经是克劳德 很快 波比认识了邻居家的姐妹花 卡恩妮和爱琪 波比很快和姐妹花里的小妹妹 爱琪成了好朋友 除了爱琪 附近的 纳塔利亚和金 也和波比打成一片 看着几个小女孩的感情 这么好 罗西松了一口气 他一直担心 波比没办法 融入女孩们的生活 没想到 波比适应得这么好 当罗西下班回家的时候 家里总是小女孩们的欢声笑语 小女孩会自来熟地 跟罗西打招呼 波比的妈妈 您好 波比也可以大大方方地 邀请她的朋友们 在家里吃饭 小女孩们 总是躲在波比的房间里 嘀嘀咕咕地 分享她们的小秘密 她们无话不说 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罗西感到很欣慰 但同时 罗西又有一些失落 这天 罗西正在整理家里的照片墙 佩恩走进房间 诶 你怎么把照片都收起来了 罗西说 我想 我想 克劳德的照片 还是不要挂出来了 为什么这么说 克劳德 已经不在了 不是吗 不在了 他不是在楼上写作业吗 别装傻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别胡思乱想了 克劳德 一直在啊 只不过 他变成波比了 还是不一样的 我想念我们的克劳德 最终 罗西把波比 婴儿时候的照片 摆了出来 只有这样 看见照片的人 才不会注意到 一个婴儿的性别 这天 出了一场 小小的意外 在波比家的院子里 几个孩子 玩起了 搞怪的造具游戏 波比的哥哥们 和波比的女孩朋友们 都在 罗斯福开了个头 我的滑板 曾经是土豆 因为我骑着滑板 一经过炸薯条垫 就挪不开脚 瑞格尔接着说 奥瑞恩的屁股 曾经是大号 所以他每次放屁 都这么想 奥瑞恩可气坏了 立刻回嘴 瑞格尔的脚 曾经是他的屁股 所以他的脚 闻起来就跟屁股一样 轮到本的时候 本接不下去了 一下子憋红了脸 他一着急 开口就说 波比 曾经是个男孩 本的话一出口 波比就轻呆了 本也立刻地捂住了嘴 天哪 本刚才把波比的秘密 给说出来了 几个小女孩 倒是笑成一团 开什么玩笑 波比怎么可能 曾经是个男孩呢 虚晶一场 小女孩们 并没有把本的话当真 但是波比 确实被吓得够呛 虽然年纪小 克劳德的记忆 已经渐渐地淡去 但是波比 波比一直知道 她不是真的女孩 尽管她相信 自己就是女孩 可是 她确实也是个男孩 这是波比的秘密 秘密的名字 叫克劳德 她不敢 和爱琪 他们坦白 她害怕 这个秘密 一旦说出口 大家又会把她 当成一个怪胎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波比 就这样 从五岁开始 波比作为一个 普通的女孩子 快乐地成长了 她无忧无虑地 长到了九岁 现在 她已经四年级了 这天 波比和爱琪 凑在一起 说悄悄话 爱琪说 波比 我真羡慕你 家里有那么多哥哥 不像我 家里只有我和卡恩妮 两个人玩 一点都不带劲 波比说 所以 你想要一个哥哥吗 爱琪说 才不呢 男孩子最讨厌了 波比小心翼翼地问 那 如果 我是个男孩呢 啊 你可别吓我 爱琪吓了一跳 好一会儿 她才说 如果你变成了男孩 世界上 大概不会有 更糟的事情了 嗯 如果你变成了男孩 我们就不能够一起 玩公主游戏了 波比的心情 变得更沉重了 她在心里默默地说 如果我是个男孩 世界上 大概不会有 更糟糕的事情了 在波比 还在为 男孩女孩的事情 烦恼不已的时候 罗西又一次 接到了学校的电话 不过这回 惹事儿的人 可不是波比 而是他们家的大儿子 罗斯福 罗斯福在学校里打架 把一个男孩 揍得头破血流 罗西怒气冲冲地质问 罗斯福为什么要打架 罗斯福已经是 十四五岁的小伙子了 他气愤地说 那个家伙 说我是同性恋 罗西感到不可思议 你讨厌同性恋吗 罗斯福回答说 讨厌同性恋的人 不是我 是那个家伙 他说同性恋 是世界上 最恶心的东西 所以 我就忍不住 揍了他一顿 罗西说 可你的做法 也太粗暴了 这时 脑门上贴着 窗壳贴的罗斯福 突然很认真地 对罗西说 妈妈 其实你跟厌恶同性恋的人一样 都讨厌性别错乱的事情吧 罗西很诧异 怎么可能 那你们 为什么要瞒着大家 波比的事情呢 其实你 还有爸爸 都觉得 波比很可耻吧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们都很爱波比 我都听见了 那天你跟爸爸在说 要给波比吃药 让大家都看不出来 他是个男孩 罗西一下子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没错 前几天 他正在和佩恩商量 要给波比吃一些 抑制男性荷尔蒙增加的药物 波比正在渐渐地长大 他会像正常的男孩子一样长个子 长出猴结 变生 他会越来越不像一个女孩子 波比还太小 罗西和佩恩 不应该替他做出 要不要动变性手术的决定 现在的波比 只要能开开心心地生活下去 就好了 最后 罗西摸了摸 罗斯福的头说 不管怎么样 你要相信妈妈和爸爸 我们是在保护波比 克劳德是我应得的惩罚 波比的秘密真的能守住吗 这一年 十岁的波比 已经是五年级的学生了 这天 罗西接到了波比 从学校打来的电话 波比带着哭腔说 妈妈 大家都知道了 那一瞬间 罗西感到自己 好像无法呼吸了 大家知道什么 他们都知道了 我不是女孩 说完 波比 哇地哭了出来 原来是波比的哥哥本 闯的祸 他正在和爱琪的姐姐 卡恩妮谈恋爱 一时糊涂 把波比的秘密 告诉了卡恩妮 尽管卡恩妮 再三保证 自己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但是没几天 学校里就到处都是 关于波比的风言风语 每个孩子都在议论 波比是个变态 甚至有些流利流弃的男生 要把波比拉到卫生间里脱衣服 爸爸佩恩坐不住了 对罗西说 还等什么呢 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 就是让波比 彻彻底底地当一个女孩 但是罗西并不这样认为 波比的身体 应该由他自己来决定 他还太小了 他 他还不能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等他长大了 如果他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女孩 他想做一个女孩 那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支持他 可是现在 对于波比来说 变回男孩 难道不是更轻松地选择吗 现在的波比 承担不起当女孩的代价 可佩恩却说 当一个男孩更容易 你睁大眼睛看看 波比哪里像个男孩 他就是一个女孩 彻头彻尾的女孩 你别忘了 我们是为什么搬到西雅图来的 开工没有回头见 既然我们一开始决定了 要听从波比的意愿 让他当个女孩 那现在 我们就不应该后悔 他曾经是不是克劳德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已经变成波比了 一个彻彻底底的女孩 没有任何疑问 罗西很难过 不 不 我们应该站在波比的角度 去想问题 现在的波比 什么都不明白 他不明白 什么是发育 他不知道什么是性 他不明白和男人 做爱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怎么可以 替这样的波比 做决定呢 所以 你就要 让他做回一个男孩 你有想过 当男孩 对现在的波比来说 是多么残忍的事情吗 虽然残忍 但是 但是波比会 会过得更轻松 至少大家 不会继续把注意力 放在 他是男是女的事情上 波比 也不用再面对 大家的指指点点 正当罗西和佩恩 争论不下的时候 门后 传来了波比的声音 克劳德 就让我变回 克劳德吧 佩恩和罗西 都震惊地看着波比 但是波比 显得非常平静 平静地让人 心惊胆战 沉默了一会儿 佩恩问 我的孩子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波比说 辩回克劳德 是我应得的惩罚 罗西不明白 波比的意思 他问 什么惩罚 我骗了所有的人 我是个怪态 我是个骗子 我不是女孩 我却要扮成女孩骗人 以后 不会这样了 罗西的眼泪 速速地落了下来 他抱着克劳德 时声同空 他不敢相信 还只是个十岁的孩子呀 他竟然会说出 这样绝望的话 如果成为一个写故事的人 名字 你的名字 什么 明亚的英语很糟糕 她是一个泰国女孩 这天清早 她看见一个白人男孩 坐在医院食堂里 一副眉筋打彩的样子 这里是泰国的一个小镇 白皮肤的外国人可不常见 出于好奇心 米亚用结结巴巴的英语 跟克劳德搭讪 我叫波 不 克劳德 此时的克劳德 已经剃掉了他的长发 他不再穿裙子 他现在穿着T恤衫 牛仔裤和球鞋 和一个普通的男孩 没有什么两样 咦 你 你是和尚吗 米亚突然问了一个 奇怪的问题 和尚 怎么可能 我是一个女 孩子 克劳德很快 纠正了自己的口误 他想起了 剃掉头发的自己 如今是个光头 懊恼不已 一下子红了脸 那你 怎么光着头啊 我曾经和你一样 也有很长的头发 但是来泰国以前 我把它剪掉了 克劳德 试图说得慢一点 以便让米亚 听得明白一些 米亚突然想起来 啊 我知道 你妈妈是医生 这里的医生 不久之前 罗希因为工作的需要 和另外几个医生 一起 被派遣到泰国 来进行医疗援助 罗希答应到 泰国工作的条件 只有一个 他要带着 克劳德一起 罗希想 克劳德和自己一样 都需要出来散散心 但是 充满异国风情的 亚洲风景 并没有让克劳德 开怀 他每一天 都念头念脑的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因为 克劳德非常不适应 不是不适应 泰国的生活 而是不适应 像一个男孩 一样生活 他不喜欢做男孩 顶着克劳德的名字 做一个男孩 让克劳德 筋疲力尽 克劳德 你讨厌 这里的生活吗 如果你想的话 我们过几天 就回家去 这天晚上 罗希认真地 询问克劳德的意见 不 不用了 我不喜欢这里 但是哪里都一样 都不喜欢 克劳德回答 他在心里 默默地补了一句 只要是当男孩 哪里都很讨厌 为了让克劳德 转移注意力 罗希鼓励克劳德 去教同龄的小朋友英语 当小老师的生活 让克劳德 觉得非常新奇 他不知道 应该怎么教大家英语 但是罗希鼓励他 只要克劳德和大家 多说说话 就可以了 克劳德开始给大家讲故事 有些故事 是他从童话书里看来的 有些故事 是他的爸爸佩恩 给克劳德编的 还有一些故事 是克劳德自己 绞尽脑汁改编的 克劳德开始明白 为什么爸爸当作家 会这么开心了 原来给别人讲故事 是这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写故事的人 那么你就可以创造 自己的人物 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 绝不会像现实里的人一样 让人失望 如果你是写故事的人 那么你就可以安排 自己故事的结尾 那么事情的结局 就不会像现实那样悲伤了 妈妈 我很想念波比 K是罗希在医院里的同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 罗希和K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这天 罗希问K 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本名 而是叫K呢 K说了一个 以K为首字母的泰语单词 他说 K是这个单词的意思 如果是英语 就是跨性别者的意思 当然 或许你们更习惯 叫我们人妖 罗希吃了一惊 他一直觉得K有一些奇怪 但是没想到 K居然是跨性别者 看着罗希吃惊的表情 K笑了笑 很奇怪吗 在我们泰国 这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 成为跨性别者 是很常见的事情 我们都不会觉得很稀奇 K的态度 让罗希产生了倾诉的欲望 于是 他把克劳德和波比的故事 告诉了K K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问罗希 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 当做一个秘密呢 罗希说 在我们那里 并没有中间的选项 男人或者女人 你只能选择一边 如果你喜欢穿裙子 那你就得做一个女孩子 如果你不遵从这种惯例 那你就是错的 K笑了 他说 我家在青麦那里 也许你和克劳德 应该一起来看看 没过多久 罗希在医院里请了假 带着克劳德 去了青麦旅行 青麦的佛教气息 非常浓厚 到处都是佛寺 K带着罗希和克劳德 参摆一座又一座的佛寺 每一座佛寺里的佛像 相似又不同 不同的是形态 相似的是凝合的面容 在佛寺里 K对他们说起了佛陀的故事 K说 佛陀在得道之前 有过无数次生命的轮回 在他的最后一世 他是一个印度王子 年轻的印度王子 放弃王位 家庭和财富 听从僧侣的感召 经历了苦行 静坐和冥想 最终顿悟得道 和佛陀一样 我们每个人的成长 也都是从无知到智慧的过程 但是摆脱无知的过程 是非常漫长的 也非常艰苦 我们要不断地去面对人生 勇敢地做出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当然会犯错 但是不要为自己的错误惭愧 我们要勇于改正它 就是在不断犯错和改正的过程中 无知最终变成了智慧 听完K的故事 罗希和克劳德都若有所思 从轻迈回来 克劳德突然对罗希说 妈妈 我很想念波比 罗希说 我叫你克劳德 是因为这是你的意愿 对我来说 不管你是克劳德还是波比 你都是我的孩子 但是成为名叫克劳德的男孩 还是成为名叫波比的女孩 对你是不一样的 你会因为你的决定 面对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我知道 波比是个快乐的女孩 这也是我想要看到的 但是波比将要面对的世界 会比克劳德更加复杂 波比的人生 比克劳德要辛苦得多 你明白吗 克劳德 克劳德望着罗希坚定地说 妈妈 克劳德的世界 也很辛苦 和波比的世界 不是同一种辛苦 也许波比将会面对 更多的艰难 但是对我来说 波比的世界 比克劳德的世界 要明亮得多 也轻快得多 她说 妈妈 我想回家了 我已经做好准备 去写波比的故事 去面对波比的世界 罗希笑了 他拉着波比的手 说 好吧 波比 我们回家 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对于十岁的克劳德来说 成为波比的人生 必然还会有 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险阻 但是她依然坚持 自己的选择 成为女孩 波比 世事恒常 意味着 无论生活的变化 如何出乎我们的意料 我们都应该听从 自己内心的声音 听从内心的选择 然后顺其自然 命运总会把我们 带到最适合的位置上 好了 这本书就介绍到这儿 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说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 给我们留言 本节目由陆上读书 授权喜马拉雅FM播出